你 影片是讲这个影片是讲学习小朋友学习态度的问题 我上个礼拜上上礼拜有贴这个小朋友写的 就是说我们不写多写他大概写这样子而已啊 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写这里要写签了 他今天这礼拜是写这里这里这是上礼拜的证的 还有下一张我们要求的不多 他就写这样 可是你看到字就是都是舒服的 那我要讲的是说今天小朋友有两个 诶?等我一下 这个 这一开始是写这样 后来讲那个上面也说影片有解说了 教他了 后来好一点了 可是后来还是错 所以我就慢慢教 然后我是觉得这样写真的是不大心 就应该用铅笔写 你看他写蛮多的啊 就这样子 那像前面那个是一个女生 他就是很乖 老实讲什么就做什么 那像这个 写到最后我受不了 实在是差太多了 都没有看 我就说一笔一笔一写 也是一样做得到啊 错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说哪里有问题 那可是你看我们家大人来看的话 哪些字比较舒服 当然是要这样子的啊 我说你不要拿烂苹果给我 就是看到小朋友写不好 当然就心情不好 那他们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 主要是他们会写很多很急 知道吗 他们就是写很多 那我就我就说那一笔一笔来 就还后来当然就会写对了 另外一个小朋友也是吗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那我想说啊 他写完这个就去直接去写练习的那个竖钩 这个没给我看哦 然后我看我示范这个竟然给我写这么多 啊还好是没有很糟 但是他们小朋友就是 拼多的啦 都拼多啦 都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这种心态是很不好 那你看啊 我们我们是我的教法是 小朋友要来给我改 要盯哦 你看啊 如果说你让放着 让小朋友在那边写 啊你又疏忽了 没有轮流 或是谁教了比较久 小朋友在那边写 一直写 不是就乱写吗 那种心态的问题是 是不大好的啦 我是觉得要求要进啊 所以就说 我们才要求这样批感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啊 就是说教室真的会比较吵一点 所以有时候要控制一下那个秩序 有时候小朋友不听话 就那个啊 最好的转变就是像礼拜四那个 原来很活泼 或是讲到老师是很生气 说你下次不要来学的那一种 所以我还是乖乖来学 但是真的上课如果这样子 真的是哈 会学压会比辅高哈 那我我我的想法就是 反正就是慢慢来啦 啊求多之后 他们就是乱写 根本也没有用啊 那这边主要是讲这个问题 嗯 嗯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